印度这回真的是世界第一了 联合国将于4月中下旬宣布一个重要消息 人口增长着14.1亿的印度正式超越中国 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 那可能有人就好奇了 要这么多人干嘛卷着玩什么 要知道为什么中国最近几十年发展那么快 这和人口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同理印度也是一样 当一个经济体的工业化不够高手 人力资源就成了它发展最根本驱动力 你们想如果开工厂 10个工人和100工人创造价值能一样吗 而且市场大客户多嘛 还能吸引更多外资的住屋 三天在美国呢 我就给你们看一下最近几十年 中美印三国的GDP年度增长走势图 可以看出来啊 印度GDP的增速其实是相当惊人的 90年代后期啊 基本上是和美国并价崎岖 甚至在90年代末和2015年后 一度超过了中国 咱们在超英赶美 人家印度也是一样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啊 印度2022年的GDP已经达到3.39万亿美元 超过英国 法国 意大利 加拿大 韩国 它是居美国 中国 日本 德国之后的 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这一切呢 都和印度人口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并且呢 三天刚查了一下中印两国的人口年龄结构 可以看得出啊 印度人口更年轻 更有活力 再加上他们有早婚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 生育潜力比咱要大得多 那可能人就问了 他们工资多少啊 不用还房贷是吗 生孩子没压力吗 这个三天之后会出一条详细的事情啊 你们一对比就知道了 那当然呢 有利就有弊嘛 未来印度本地资源会越来越紧张 就这么说吧 之后恒河水可能都不够喝了 再加上印度阶级分化严重 之后也一定会越来越减 所以说三天推测啊 未来像美国 加拿大这种移民国家 印度人会越来越多 你像现在英国首相啊 都已经是个印度裔了 未来三哥竞选我这边美国总统 也不是不可能 Everywhere I f**k know You Indians are f**k with 就是门奥水平均 我应该是个印度那样